追求女人时把在马换成这三个字 保管你抱得美人归 在追求女人 尤其是聊天的时候 总是会有男人用在马作为开场白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这是女人最有机会的开场白 没有目的性 单调 甚至会让女人觉得厌烦 相比在马换成另外的三个字 效果就会好得多 一吃了吗 中国人之间的交流 经常会问对方吃了吗 吃不吃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种关心的态度 民以食为天 关心对方吃没吃 就是关心对方的生活 尤其是很多对美食感兴趣的女人 而是听到你这样的问话 自己吃到了美食和你分享 那话题分分钟就可以很深入 慢慢的你们也可以很了解 你们还怕追不到对方吗 二有空吗 这个问话也比较好 简单明了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只是问在马 对方肯定不好回答 但若是问有空吗 那一般的女人就会很好奇 你到底做什么 然后就会问你要干什么 接下来的话也很好说 你可以说想和他聊天 也可以说想请他吃顿饭 无论如何都有话跟他说 而他也会有很多选择 这种基于尊重的问话 一般不会受到攻击 甚至会得到对方的好感 三想你了 如果你和对方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尤其是暧昧的时候 那就不要再说再嘛 这样的问话是不能够提升你们的关系的 最关键的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心意 所以你要换一种说法 比如你可以对对方说 我想你了 这样的对方一定会小鹿乱撞 对你的感觉可就不一样了 当然上面这种做法 一定不要对不熟悉的人做 不然就会被当成骚扰了